小小美的 我很惊艳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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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浮夸 没有还挺好看的 很有特色 这帽子粥吗 粥 粥 一遍吃一会我 你能感受到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吗 吃吧 吃吧 打开看看 Tim好紧张 Tim就促打一个狼狈 狼狈Tim 好大 这个帽子太重了 已经印象了 太痛了 看着 嗯 肯定你这衣服还挺好 嗯 他们说我穿得不像 阿凡提 牵着骆驼 像烧人 像烧人 烧烤 对我想说是 像烧烤的 说完还真像 烧烤 你一看这种 附加肯定 我这个就是 烧烤 就给你撑马的那个人照 附加轻轻都很爱跟马俘跑的 这是什么固定情节啊姐 确实 真的都是这样 小说刷的挺多的 安娜 比如说今天你男猫穿得很好看 你会怎么夸她 你今天也太帅了 一看她就逼她 穿什么衣服 都这么帅 正有人逼你了是不是 没有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 你看 安娜你在脸上写着职业假校 不是 我是真心的 她在说之前 她在说之前 真的她做了好大的运气 不是我再来一遍 安娜加油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换一个人吧 换一个 来 天哪 你今天怎么这么帅 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帅 你怎么穿什么衣服都这么帅 快 最为人逼你 干什么 这个感觉被逼了 没有 你感觉 大伟感觉下一句话说 你要借多少钱你说 就是我会感觉 你之前说 就是异性的好感度排名 你把我排第一 可能 是因为前面是我对你先主动的 所以 是因为我的主动才让你注意到 我并不是因为我本身 有什么 让你注意到 你看小小总是不相信别人会 无条件地喜欢她 偏爱她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之前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特别纠结于对方到底喜欢我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我最希望对方能够喜欢的是我这个人 比如说是我的性格 但你是 你是 她没有办法剥离 你一个准 对 爱情本来就是各种条件在一起综合出来的一个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小小希望别人喜欢她的那个点是啥 就是她觉得别人要喜欢我啥就算喜欢我了 我们还不知道没有看到 小小执着的事情吧 都是一个很就是画地为圈的事情 就她给自己的设限太多 所以我现在有点了解她为什么 就是很难恋爱很难 因为其实恋爱是一种冒险 恋爱其实也是一种冲动 如果你要这么理性地去 二三四五六七你很内耗 那当你很内耗的时候 别人的爱也进不来 因为她也会慢慢被你好美 所以你知道Tim在他身边很狼狈吗 那我觉得你主动这个点也代表了你 因为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很多女生就会很勇敢 我 不是 好累 因为主动这件事它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特点 所有人都可以主动 我不可以 那 那 那是你的问题 对啊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不是 没聊到一块去 就是她 她不是 她不是我的优点 不是一个人的特殊性或者唯一性 嗯 那我觉得在这里 是挺稀缺的一个资源 嗯 在感情方面 我觉得我是比较被动一个 就是小小不满意Tim给的答案吗 我感觉她好像现在的自己的逻辑里 她也在各说各话 嗯 对 没聊到一块去 嗯 不想问我 不想问了 不想问了 哎呀 完了 气压好低啊 反正我一看到他们俩这一段 我整个人都倒了 就是会喘不过气来 我觉得男人是绝对可以引导的 就是你要像牵一头驴一样 当他对自我表达或理解你这件事情 还是一个驴子的时候 然后慢慢男人是会get到的 比如说Tim说了 我就是不会主动的人 那你就可以直接说 那我希望你下次主动 那他就会get到说 好 那我下次主动 男人就是一头驴 什么话 就是不会表达爱情的时候 有点像一只可爱的小Dunty 说驴吧 说驴吧 好好好 这会不会上回来说 我一年记住男人是头驴 其实我能说什么 男生都会收集你